給咖蛋爐 感謝觀眾送給我的東西 我看一下你們送的東西是什麼 黃色的氣球 藍色仙女棒 這該不會就是煙火活動的東西吧 這可以使用嗎 啊 我點藍了 怎麼辦 我不能走路耶 只能站在原地 這樣會不會被用完啊 它越燒越多 沒了 哇 被我用完了 這是消耗品啊 黃色氣球是做什麼 拿在手上 好可愛喔 謝謝觀眾送給我的東西 很猛耶 要不要被短暫的夢境療癒一下呢 在蠻目的無人島生活中 要不要體驗一下美好的夢想 今天夢境廣直接這個是實裝 我剛才收到了一個床布 上面寫夢美的床布 好像就是睡在上面就可以 直接到夢境的世界 夢境的世界是遊戲的新功 其實我滿期待的 騎過 對 nerve 的 Dont...?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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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有查到一個插畫家的島嶼密碼 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去他的島上 我剛剛有查到一個插畫家的島嶼密碼 卡納赫拉的島嶼 超級可愛的啦 今天就直接在卡納赫拉的推特上面看到他的發文 說他已經把他的島嶼都已經傳到我路上 嗯 然後我就想說去看看好了 好的緊張開眼睛 你目前所在的夢境是名為卡納赫拉的島 所以我現在可以到處逛嗎 怎麼有點霧的啊 沒有感覺有點霧的 到處都是卡納赫拉 好可愛喔 有椅子我要坐在椅子上面 好舒服喔 非常療癒的地方耶 好爽 還有一個公園 有溜滑梯跟咖啡杯 蛤 卡納赫拉的周邊專賣店 你看他地板這個三角形的是怎麼做的 還蠻漂亮的 爵士谷上面還有一個卡納赫拉 先進去看一下是誰 先進去看一下是誰 來吧 就在這裡好好放鬆吧 就算你想要住在這裡 我也完全不建議喔 是戀女 怎麼樣 這就是我的夢幻之屋 你可以仔細欣賞喔 欸 房間的角落裡有灰塵 這就是從你那 想看超級偶像戀戀貌似的一面之類的 我去玩啦 花壽司 應該是花壽司的家 旁邊有一口井 門口有一個狗屋 阿波羅 喔 昨天晚上才夢到 有個和你長得一模一樣的傢伙跑來玩耶 難道那是預知夢嗎 箱根本會是用你 你拍攝光影響 特別結果很難得 或會的 所以這本位就 HUANG 對 他在吵架 本当全 consensus ל Eisenbeat 這很難得 這本位也應該要不要 進去看 不論壹從 Robert 這都不論道理 我會不是好 你完蛋 好可愛的設計喔 兩招 哎呀 莫被你是客人啊 一條路 喔 就剛才那個仰招 這條路做得好美喔 我喜歡這條路 左邊還有一個復古 老主好像很喜歡老虎耶 到處都可以撐得到老虎 哇 超級漂亮的溫泉區 這個石頭裡面還有一些櫻花 好舒服的感覺 超大的庫斯拉 好 恐龍來了 過不去 前面還有什麼嗎 右邊的路被擋住了 沒有辦法過去 果園的區塊是無法通行的 上面好像有其他建築物 但是我都過不去 哇 露營區 好好吃的感覺 我肚子餓了 這間裡面是誰 我 紅鶴 有 吾拉拉 換一關嶺情好好的享受 我這十分講究 而且也充滿夢想的房間吧 卡納赫拉的座子 好多夢幻倒霉 放DIY專用的地方 我喜歡他這個地板 好可愛的水滴形狀 哇 你看他的服裝墊 外面都是卡那赫拉的衣服 地上這個符號不知道是什麼 我想到處都看得到這個符號 是他的LOGO嗎 現在新增的這個功能好棒喔 我們可以直接把相機的這個關掉 好像是類似LOGO的設計 旁邊這邊是電玩店嗎 你是誰 風姐 咦我沒有見過你 這早上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喔 請在這邊慢慢的逛吧 電動玩具店 哇好舒服喔 度假區耶 我要躺下去 太陽好像有點大 超熱的啦 沒有飲料可以喝嗎 我才剛剛講說有沒有飲料 這邊就有飲料了 島主是會毒心嗎 還有BBQ 好熱 超熱的啦 飲料都已經變成熱的了 呵呵 好可愛喔 你們有看到嗎 畫歪了 好美喔 我要進去囉 欸等一下後面有一個造景 地上好多土喔 然後還有一個躺椅 哇躺在這邊 聽著水聲 吹著涼涼的風 應該是蠻舒服 但我覺得太陽很大 躺在這邊可能睡個一個小時就被曬黑吧 好痛喔 這瓶泡好痛啊 然後一醒來之後全身都暢傷 呵呵 這邊應該是晚上的時候才能來吧 然後晚上的時候一定要噴防蚊液 才不會被蚊子咬 我們先進去看看 好美喔 粉紅色的屋子 整間都是卡納赫拉周邊商品 超猛的啦 我要來拍一張照片 到此亦有 很多可愛的小飾品 有雜誌 帽子 玩具 衣服 玩偶 馬克杯 面子套 帽子 什麼都有欸 好極致的周邊裝電喔 然後還有電風扇 我以為這裡面會吹空調之類的 沒有想到 只有吹電風扇 好熱喔 有點想要喝飲料 喔這間好暗 是房間嗎 睡覺專用的房間 可是看不出來像房間 有啦上面有一個床 底下是書桌 這可能是坐著平常在畫圖的地方吧 畫圖畫累了 坐在這邊聽個音樂 邊聽音樂 邊洗衣服 喝著椰子水 還滿愜意的齁 你怎麼會有一個 占卜的工具在這邊啊 難道卡納赫拉的作者會塔羅牌嗎 我現在才發現這裡有一張椅子 平常作者都坐在這邊休息思考吧 我們進去裡面看看 我們進去裡面看看 哇 這也是工作室吧 各種製作衣服的工具 所有的卡納赫拉服裝都是從這邊做出來的 有兩台裁縫機 工作累的時候就可以坐著 稍微休息一下 你們看一下 超級可愛的 哇好細緻喔 哇喔 音樂室 而且這爵士庫是怎麼一回事 我沒想到爵士庫上面也可以弄圖畫 我到今天才知道 這個樂團的鼓手一定是超級喜歡卡納赫拉 摄影棚 專門在拍衣服的地方 宣傳照 旁邊還有兩個工作座耶 所以這邊也是有人在工作 就是專門在拍照的工作人員會在這邊 先拜 拍完照之後 工作人員會直接現場修圖 剛剛才說口很渴 結果二樓就是卡納赫拉咖啡廳 好漂亮喔 整座都有點粉紅色 然後它的地板設計得好美 這是自己畫的嗎 還是有內建這種地板 很美耶 我喜歡這種感覺 地板的那個配色 我們一走進來還有卡納赫拉跟小雞的圖案在地上 就連餐桌上都是卡納赫拉的圖案 超可愛的啦 你看這個桌子 如果在這邊吃飯的話 心情一定會很好 我來看一下它地圖會不會有哪些地方我沒有去過 喔這個設計 厲害 我主人家有兩個耶 我現在在這裡 左邊這間還沒有去過 讓我玩到左邊看看 左邊有沒有辦法過去 喔 在這 那我就進去囉 喔好溫馨喔 這邊就是卡納赫拉的住家區了吧 牆壁也是藏了一個 娃娃櫃 一樓就有書箱氣息非常濃厚的圖書室 平常就可以坐在這邊啊 看看書 這座島每一個地方都很適合拍照耶 哇 好棒喔 很美的浴室耶 好舒服的地方喔 我喜歡這間浴室耶 好想要把它整間搬回到我的島上 很美 超級美的 好有質感的高級浴室 好有質感的高級浴室 哇 全部都是玩具 地上還有四個娃娃在玩耍 這邊是在播新聞嗎 欸對耶 是新聞台 電視沒有關 好可愛的房間喔 但是我有點毛毛的 房子裡面有娃娃就會讓我想到以前的恐怖島 廚房 什麼都有耶 麻雀吹小五臟巨蜜 雖然感覺有點急 家具好多喔 這怎麼排的啊 很像那種網美牆有沒有 到哪裡都可以拍照的地方 這邊180度都可以拍照 拍起來都很有質感 只是那個電荒扇真的好吵 超吵的 321 321 超漂亮的啦 那我點好奇另外一間房間了 哇 地下室塞衣服這樣子會乾嗎 喔有有有 用電風扇吹啦 這樣應該就會很容易乾了 不對啊 這樣子 吹乾的衣服都會臭掉了 有一種奇怪的臭味 看一下地下室有什麼東西 這邊好像是類似工作間的地方 你看各種奇怪的工具 竟然還有骷髏頭 卡納赫拉坐著 在這邊進行什麼神秘的計畫嗎 最後的地方 二樓二樓 哇好溫馨喔 這邊很舒服耶 如果能住在這裡的話 還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坐著的床 有放貓跳台跟沙發 沙發放在暖爐前面喔 所以平常無聊的時候 是坐在這邊 轟腳嘛 很冷的時候 有沙克斯風 更新樂器 欸 前面那是透鞋台嗎 我看一下 真的欸 透鞋台欸 平常作者都在這邊畫圖 畫累了就睡覺 好棒喔 我很喜歡這間的質感 整間都是木紋材質 就連冷氣也是那個顏色 好美喔 哇今天逛了卡納赫拉的島 還蠻不錯的 整座島都帶給我很多很多的經驗 感覺自己的島嶼設計要再加強 呵呵 哇逛了這麼漂亮的島 好滿足喔 我應該要回去了 躺在床上就可以醒來了嗎 哎呀 是不是差不多要醒來了呢 明白了 那麼悲傷眼睛 而且你過來後 就會回到自己的房間了 喔唷 地上都是煙 好像是某一種邪惡的法術 啊 呵呵呵呵呵呵 我睡成這樣 這什麼臉啊 呆滯的樣子 超好笑的啦 這時候只有這種床可以睡嗎 如果要睡到夢境的話 一定要用夢買一床 那如果我的床洞丟怎麼辦 還是一般的床也可以躺 喔 可以 只要是床都可以躺 只是這一次的活動 開了這個夢境館 官方特別的送了一張漂亮的床給我們 木美床真的蠻好看的 你看 好高級喔 上面有一些星星的圖案 然後還有半圓形 跟三角形的裝飾 最重要的是它那個床頭後面 那個木紋的部分 是玫瑰花的形狀 好啦今天就先這樣子啦 夢境館實裝在動物生有會裡面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這樣子之後我就可以到處到 各個世界的島嶼去逛逛喔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啦 大家再見 掰掰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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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